其實蠻多的 包含眼影啊 唇彩啊 腮紅都有蠻多要試色的 我真的覺得這盤會是我未來的新歡樂 好好看喔 我終於買到 Mabelin的睫毛打底膏 好 這個是睫毛膏 這邊就是Mabelin的底膏 2號 3號 卸掉 不喜歡 下一色 嗨 我是阿麗絲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完成我這個妝容 我要說 我非常非常非常滿意我今天的妝容 而且今天用的產品我都好喜歡 所以想知道就是用了什麼保亞新的彩妝 還有我在去城市買了什麼東西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影片正式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即時新品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傳達更多生物動態即時內容 可以問大家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好 那接著呢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get ready with me 使用這個 Peach C 然後是保亞獨賣的一個彩妝 以及我前陣子在屈城市買的一些東西 來跟大家一起上妝 那這次主要都是以彩妝為主 然後底妝的話我就會快速的上完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彩妝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東西蠻多的 包含眼影啊 唇彩啊 腮紅都有蠻多要試色的 所以我們就期待接下來的get ready with me吧 然後我要用一下它這個可愛的髮捲 因為我現在剛好有瀏海 可以用 很開心耶 不然我應該會用那個啦 夾子把它夾起來 但我就用一下 它的這一個 蜜桃髮捲 我要偏短了些 但就 這樣子 將就 還可以吧 就這樣囉 先來上一下防曬 防曬的話我要用加丹妮兒的這個 水感清透防曬凝乳 我老實說我用下來 我真的是還是最喜歡這一條 因為它上起來就是無色 然後水感很輕盈 沒有負擔感 所以我就很喜歡用這一條 來 上防曬 啊如果大家喜歡加丹妮兒的東西 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碼 黑LS 官網的話下單可以提供給大家 85折優惠 或者是你可以 依照他們的優惠 然後輸入看看有什麼 更低折扣啊 或者是有更 更多的折扣這樣子 因為會意味活動檔期 折扣碼的折扣會有些不一樣 都可以試試看 好 這就是 加丹妮兒的水感清透防曬凝乳 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髮捲好像 它不夠長 我還是使用我原本的好了 這個 這個比較長 比較能用 好 我的底妝跟眉毛現在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接著我們要進入到眼妝的部分 我這次要用的是這個 PHC的 調色玩家實色的眼影盤 那這個色號的話是01日落星紗 這個的話我記得我在公關品開箱的時候 我先給大家看過了 但還沒有完整實色 顏色超級漂亮 你們看一下 它是有大地色 跟一些比較粉嫩色系的感覺 做成了一盤眼影盤 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你們看一下這個閃鑽的效果 然後霧面啊 然後珠光色 哇很美 我現在立刻來試色給大家看 來試一下上面喔 摸起來 摸起來蠻細的 你們看 摸起來 是這樣子 哇 霧面的也是 蠻細緻的 顏色的話是這樣子 霧面的跟珠光的 各位我要說這一盤 非常非常的漂亮 兩根實用 那我先來講一下 我這一顆的質地呢 它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霧面 然後透一點閃粉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 這兩顆的質地是比較一致的 就是帶珠光 然後稍微大一點的亮片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珠光色 再來比較特別不一樣的話 是這一顆 這顆超級閃 它是帶有黏性的亮片 你們看到這一個 它是 它是比較閃鑽 有黏性的那一種 所以不是那種珠光亮片感 那其他的畫都是霧面色 這一盤 非常非常的實用 我已經 非常期待要來上眼睛了 哇 先來用這一個呢 來做整個眼窩的打底色 這兩色 這幾色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基礎的 鋪色做 淺色的第一層打底 如果你要畫很 清新韓性的淡妝的話呢 這些顏色就會非常非常好的運用 你可以疊大概兩三個顏色 就可以達到出那種很清淡啊 清新的效果 但我呢 個人喜好就是喜歡再稍微重一點 我現在是沒有上底膏的狀態 我來看看它就是 上在眼皮上的效果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耶 就是它也 服貼度也蠻好的 我的眼皮變得超乾淨的 那個校色的顏色對不對 很一致耶 這個顏色很棒耶 這個顏色 這顏色跟我膚色超搭的 下一個我想要使用這種圓圓的鬆刷呢 我想沾這個顏色 稍微重一點點 然後我想要上在 一樣整個眼皮 這樣子暈染 因為這顏色比較 稍微的再重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它馬上刷上去啊 刷上去 刷上去就已經有這個顏色 所以我想要用比較鬆一點的刷子 就不要顏色太 遲 讓它的 顏色稍微鬆一點點 淺淺的有顏色就好 而且 哦哦哦 你們兩個 不是你們兩個 你們看我兩隻眼睛 這次效果超好的耶 這顏色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這盤會是我 未來的新歡樂 好好看喔 玫瑰色調感的顏色 它帶一點棕 然後就帶一點玫瑰 然後如果你在上一層棕色的 其實 最基礎的眼影就畫完了 其實也就可以出門了 那今天因為我想要重一點的顏色呢 我想要 拿這種比較斜角刷子 我想沾這一個 這個棕色 然後從眼尾這樣子啦 嗯 嗯 我要換一個顏色 沾這顏色 然後 上一下眼皮 這個紫色的顏色比較重一點點 我想要把它集中在眼尾的地方 它是帶棕色調的珠光紫色 這個顏色很漂亮耶 然後 因為它是斜角的 所以我可以很輕易的 就是帶到 眼下的地方 然後 七字的地方呢 再用刷子的頭去把它填滿顏色 大概畫到眼皮的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位置就好 你們看我兩隻眼睛的放大效果 差超級多 接著我想要用平一點的刷子 我要沾剛剛那個咖色 我來上那個眼線色 眼線色的話就是拉在 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我會畫下眼線的地方 等一下呢 我要來用眼線膠筆 很好看耶 很好看 那因為這一盤呢 就是濃淡都可以 你淺的話可以用這邊的顏色 那我喜歡比較濃一點 所以我就是用了這邊的顏色 所以這盤的實用性 真的很高耶 然後呢 我接著要上珠光 看一下今天比較適合哪個顏色的珠光 嗯 今天用這金的好了 我想要沾這一個 哇 果然可以 很漂亮 這是刷子上上去的效果 那如果我用手呢 好 用手的話那個閃度會比較高一些 你們自己看一下 這是用手 然後這是用刷子 就是閃度我覺得有差 就看你們比較喜歡 哪樣子的 感覺 我喜歡閃一點 今天剛好可以閃一點 今天沒有要用黏黏的亮片 今天就這樣子 然後眼下也可以戴到 哇 很好看 這一盤眼影盤很好看 好 這個 Pitch Sea的這一盤眼影盤很讚 喜歡很喜歡 那接著呢 我想用的是 KATE的這一個 呃 凝色柔滑眼線膠筆 那我買了 BK之一 跟 咖色的BR之二 那我的畫呢 先用 我今天的畫用咖啡色好了 然後它這個呢 眼線膠筆呢 它是 轉出來 就轉不回去的那一種 所以就是用多少轉多少 就是這樣 它非常的滑順 而且持久力非常好 它就是你等它乾之後 它就很難擦掉 但是呢 卸的話是好卸的 你就可以用眼唇卸妝 然後我今天就是 用這一個 稍微拉一下眼線 這個呢 就很適合 畫 內眼線 就是可以畫在睫毛根部的地方 阿露過去 顏色就上上去了 所以不太會有讓眼睛很不舒服的 感覺 然後眼尾稍微 拉一下 我習慣是在它還沒有乾之前呢 你就是可以 稍微運用一下 指甲的部分 拉一個小眼尾 缺點是我覺得用蠻快的 因為就是用多少轉多少 然後你畫一畫 它就是 很自然很好看 然後內眼線都可以補得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這一支算是我內眼線必備 啊你要畫下眼線也都完全 沒有問題 那要記得喔 用多少轉多少 因為它是轉不回去的 現在拉圓看我眼妝也真是漂亮 我剛剛去把我的睫毛夾好了 這一次呢 在這支影片裡面呢 睫毛產品蠻多的 除了PHC的就是睫毛膏之外呢 我在 去城市 我終於買到 這一支 Mabelin的 睫毛打底膏了 喔 我真的是 跑了好多家 終於終於 剛好在它補貨的時候 買到了 它的 飛天翹 睫毛底膏 透明黑 所以呢 我等一下會示範就是 一支眼睛是刷這一個 然後一支眼睛是單刷 就是它的 PHC的睫毛膏 它這一支的話叫做 纖長輕盈睫毛膏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但我今天會示範黑色的 然後一支的話呢 會再加上就是 Mabelin的這個底膏 我想說看看效果 現在呢 我要先用Mabelin這個底膏呢 我來上這支眼睛 給大家看一下說 單上它的效果 我自己是已經 已經有用過了 我覺得它 纖長的效果 蠻不錯的 因為它畢竟是底膏 所以它整體的那個感覺 是比較輕盈的 如果你的睫毛素質本來 就很不錯的人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這支底膏 當做 睫毛膏來使用 都沒有問題 就不會太過浮誇 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效果 這樣子 你們看一下 是不是 它就是可以給睫毛就是 纖長 然後 捲翹 定住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刷頭 仔細看一下 它的刷頭長就一樣 就是一個胖胖的地方 可以把它頂高 然後呢 它的那個 一根一根的那個 很細 它可以刷到每一根睫毛 讓你們看一下 這是 單刷底膏的一個效果 是長這樣子 就是單刷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我原本的 睫毛 其實你看效果沒有差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感覺 跟原生睫毛真的沒有差到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很適合 貼假睫毛的時候使用 所以我才這麼這麼想買 因為 我後來貼假睫毛的方式也有點改變 我也是把它貼在就是睫毛下面 但是 我在刷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刷不到睫毛 我就會變成 先刷睫毛 然後再貼假睫毛這樣子 那 這個時候我覺得 這種底膏 的效果就很剛好 很輕盈 真的就是一個睫毛打底膏 好 那接著呢 我要用PHC的這個睫毛膏 我真的覺得它的包裝 超級無敵可愛 它黑色的是 紫色管身 咔色的是 粉色管身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撞色效果 那 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第一次用 它的刷頭是這樣子 小小的 很適合亞洲人的眼型的刷頭 那我是第一次用 所以我還不知道它的持久力如何 之後觀察一下 我會再把心得補上 好 那我就直接刷在我的另外一隻眼睛囉 哇 啊 它是輕盈的那種膏體耶 可以耶 可以喔 可以耶 很漂亮耶 你們看 這是直接刷它們家睫毛膏 PHC的睫毛膏效果 輕盈 對 鮮長輕盈 所以它是 比較 它是比較鬆的那種 它不是給你很濃密的感覺 它真的很輕盈耶 很日常感 真的是搭配它們家的那個眼影盤剛好 好 這個是 睫毛膏 啊 這邊就是MAYBELLINE的底膏 是不是 效果是這樣子 很好看耶 很好看 喜歡 好 另外一邊呢 我也來 刷上它 嗚 有 它的底膏不太會影響到後續上睫毛的感覺 還是維持了這個睫毛膏 既有的 輕盈感 嗯 蠻不錯的 這個綻放感 那我來刷一下下睫毛 這邊的話呢就是使用MAYBELLINE跟PHC的睫毛膏完成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單上PHC的睫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對一下效果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但這個底膏呢 如果你有在習慣貼假睫毛的人 我覺得可以入 嗯很漂亮果然是靈魂之瘡了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你本身平常都有習慣貼假睫毛 那這種底膏就很適合你 或者是 你的睫毛素質本來就非常非常的不錯 已經是刷上睫毛膏 人家都會覺得你中睫毛 或者是貼假睫毛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底膏打造出輕盈的感覺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喜歡稍微睫毛 還是有再明顯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PHC的這個睫毛膏 用起來非常非常的輕盈 刷起來很自然漂亮 但持久力維持卷昌力呢 就讓我再觀察一下 我到時候再看畫面或者是資訊欄裡面 補上心得給大家 但用起來的印象非常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PHC腮紅的部分啦 先讓我就把它們拆開一下 那它的腮紅顏色呢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來看一下喔 它有這種比較特殊的這種黃色 然後還有經典基礎的這種 橘色調的腮紅 可愛感的腮紅 還有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單身及地獄 濕影上的腮紅 那個紫色粉色膨脹色腮紅 也有 所以它的腮紅非常非常的齊全 那我現在來試色給大家看 我就按12345來試色 這邊先拉鏡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腮紅是做全霧面的那一種 然後摸起來的粉質滿細的耶 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 就是 喔 這個顏色膨脹色 你看是不是可愛的粉色 可愛的粉色 好 我來 我來試色啦 2號 3號 4號 5號 哇 根本就是彩虹 好漂亮喔 我等一下有點想要用這個顏色加這個顏色耶 混在一起 4、5號的顏色 超級漂亮 然後全部都是霧面的 都是霧面的 所以沒有珠光色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它裡面有參一點亮粉 或什麼樣的話 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就是如果上完之後 你可以再薄薄刷上一層打亮的感覺 它就可以有閃閃的珠光的顏色啊 在裡面的感覺了 好 接著呢 我就直接先用 我先用5號的這一個顏色好了 我要先用5號的這一個紫色 這紫色真的是 這紫色真的是 有沒有膨脹起來了 這邊 然後我故意上在比較靠近眼睛的地方 你看有笑起來的地方 我的顴骨整個提高了 WOW 你們自己看得出來兩邊比 嗯 嗯 接著呢我再用4號色 再疊上去 好這邊是有疊4號色 這邊是純粹的5號色 這邊是不是可愛感更明顯了 然後有再收進來的感覺 然後我想要再 一點點的 打亮 一點 點 點 我用彩糖的這個打亮 哇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欸 我覺得這個橘可以再帶一點到 這邊 鼻子 微微的 好 嗯 唇彩的話呢 我手上有這三個 這個我自己在缺程是買了 就是兩隻怪獸唇膏 KATE的 因為我之前只有用過他的那個唇釉 但我沒有用過他的唇膏 我買了5號跟6號兩個顏色 5號呢是這樣子的顏色 6號的話是 這樣子的顏色 就一個帶土色調 一個帶莓果色調 好 我就覺得當初在架上試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蠻漂亮 我就 我就入手了 然後 這兩隻的話呢 我覺得持色力真的都蠻不錯 但 只是想說跟大家分享 因為畢竟怪獸唇膏已經也是 紅很久了 我只想說他真的是很持久 但是 還是要補 嗯 就是因為那個光澤 我就會 不見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嘴唇 會吃東西還怎麼樣 他的光澤會不見 不見 但是他的那個 這個 持色力啊 維持在嘴唇上的那個 顏色都還是會在 你看 你看 他是有一點 染唇效果的 好 對 這個的話 我今天不試色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買了這樣子的新東西 今天的話呢 還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用 PHC的這個 冰透水波唇釉 我手上的顏色有 2號 3號 6號 我這邊一樣也試色給大家看 但其實我在那個 公關品開箱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試色給大家看過了 這個的話是 這個的話是 2號 然後這是3號 2跟3我都超級喜歡的 6號 他也都是有染唇效果的喔 那我今天 今天粉嫩感一點 我上2號好了 雖然我應該是最喜歡 雖然我最喜歡3號 但我今天上2號好了 我直接上唇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嘴唇上超乾的 我現在嘴唇超乾 直接上2號 哇 他是真的是很 梅亞色的粉色耶 怎麼會有點螢光感 你 嗯 這個唇釉的質地非常的輕盈 可是 怎麼有種螢光感 卸掉 不喜歡 下一色 換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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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馬上就有染唇的效果了 這個顏色我還比較喜歡耶 自然一點 那我直接上3號色 這個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2號太螢光感了 對啊我覺得這樣顏色比較好看啦 嗯 可以可以可以 3號看一下這染唇的效果 它上在嘴唇上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服貼輕盈的感覺 然後完全不會乾 像我剛剛的嘴唇超級乾對不對 它立刻啊 就是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好的 那今天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使用 我在 確診室買的一些新東西 以及保雅限定的 這一個 Pitch C的產品呢 完成今天的妝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我個人是非常滿意跟喜歡的 如果大家想要找Pitch C的話 也可以上保雅的官網 或者是實體店面去看看 那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幫助到大家囉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即時 每張開箱直播旅遊傳達更多 生活動態即時內容QA 問答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這支影片 按個讚 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一開小鈴鐺還有全部通知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